大家好,今天买了一斤五花肉,我们来做一个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首先把五花肉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块 切好后把它放到盘子里面,先放一旁备用 把锅烧热,加少许油,油热后倒入适量的冰糖,小火慢慢炒 炒至冰糖融化,继续炒 炒至找红色,像这样起小泡泡就可以了 再把五花肉慢慢的倒进来,然后不停的翻炒,炒至五花肉上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颜色非常的漂亮 然后把五花肉和糖色一起倒入砂锅里 提前煮好的鸡蛋,下入锅中,用小火翻炒 一定要用小火,大火容易爆 像这样就可以了,把它倒入砂锅里 再加入提前泡好的腐竹 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料酒 半勺老抽提色 再加一瓶500毫升的啤酒 一大勺黄豆酱 再加入葱姜和干辣椒 再加入一个卤料包 然后加入清水,没过食材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30分钟 时间到,再关火,焖20分钟 哇,好香啊 香喷喷的五花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五花肉非常的软烂,入味 而且肉质紧实,入口即化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真的是太香了 里面的鸡蛋也是非常的入味,好吃 如果在汤汁里泡上两到三个小时 口感会更好 再配上一碗米饭,真的是太香了 腐竹也是吸足了肉的汤汁 非常的下饭好吃 再淋上一点汤汁,就完美了 如果你喜欢,也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